阿布·胡赖拉传述说,先知愿主弗安芝说,在信仰上最完美的信徒是对待妻子最有礼貌、最温柔的人。 穆斯林圣讯 故事 有一次,先知穆罕默德愿主弗安芝看到一个男人在打他的妻子。 先知穆罕默德立刻上前制止了他,并对他说,你怎么能打你的妻子? 她是你的衣服,你应该保护她,而不是伤害她。 男人说,她是我的妻子,我有权利管教她。 先知穆罕默德说,真主赋予了妇女与男人同等的权利,你没有权利侵犯她的权利。 男人听从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,向他的妻子道歉,并承诺以后再也不会打她了。 寓一 伊斯兰教高度重视妇女的权利。 古兰经明确指出,妇女与男人是平等的,男人没有权利侵犯妇女的权利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尊重妇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。 男人应该像保护自己的衣服一样保护自己的妻子,而不是伤害她们。 男人应该继续是魔性要保护自己的妻子。 女人应该继续是靠的残食物。 女人应该继续是4分。 女人应该继续是古兰难度。